接著我們要跟各位談的就是物質有三態 我們通常說物質有三態 固態 意態 氣態 還有一個比較偉大 叫叫像 像 那你就不要理他了 那個陳協學問以後再說 就是說固態 意態 氣態 然後固態的時候東西都綁著好好的 卡在那邊不太會動 所以它就會有一定的形狀 會有一定的體積像這樣子 擺得好好的 沒有變化 一定的體積一定的形狀 體積固定 形狀也固定 到了加熱之後開始比較會好 像液開的時候開始就比較可以搓 比較可以油 像項鍊一樣 你可以把它弄成一坨 會把它打開 所以它可以改變 改變它的所謂的形狀 但是總體積還是一樣 雖然我們說它的體積是固定 但是形狀固定 像這樣 那都是200毫升 所以它的體積是固定的 放到燒杯是燒杯的形狀 放到兩桶就是兩桶的形狀 所以這叫做 體積固定 但是形狀固定 聚性加熱變成氣體的時候 會變成一顆一顆到處亂跑 因為一顆一顆到處亂跑 所以它就不會有固定的體積 也不會有固定的形狀 然後這個到處跑的東西 我打在氣壁上 就會造成壓力 就是一般我們那個箱子裡面 氣體壓力來源 就是它打上去 撞到它所產生的力量 所以氣體的體積沒有固定 形狀也沒有固定 這個影片我們當初八年級的時候就看過了 好 所以現在是固定 擺得好好的 所以呢 體積固定 形狀也固定 現在要用點之後 就開始可以 揉來揉去 油來揉去 所以這個時候 體積會固定 但是形狀沒有固定 形狀沒有固定 繼續的加熱 加熱到肺點 就變成氣體 氣體就變成一顆一顆到處亂跑 所以體積不固定 形狀也不固定 整個氣體的狀況 OK 它的後面是那個 融化曲線跟 肺 肺 融化曲線那個東西 我們就不看 所以我們剛剛跟各位講過的話叫做 如果我是固體 我的形狀 固定 我的體積 也固定 如果我的是液體 我的形狀 固定 體積 固定 如果變成氣體的時候 我的形狀 固定 體積 也固定 這個簡單的事情 有人有問過 或是小西裝 OK 東西會是固態 液態還是氣態 基本上是受到溫度跟壓力的影響 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壓力 就會有不同的狀態 然後有一些凝質 從固體變成液體 我們稱之為 融化 從液態變成固態 我們稱之為 凝固 從液態變成氣態 我們叫做氣化 從氣態變成液態 我們叫做凝結 如果直接從固體變成氣體 我們稱為生化 反過來 反過來 直接從氣體變成 部體 我們稱為 凝固 台灣有一些人 兩個都叫生化 就是一個不好的講法 我們就不要理他 你就不要理他 OK 這就是名字而已 讓你知道 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壓力 就會有不同的狀態 空氣平常是所謂的氣態 那麼你 把它用低溫 用高壓 它就會變成 所謂的液體 我跟你說過了 通常溫度跟壓力 最終是顛倒的 如果需要低溫 那就要高壓 如果需要高溫 那就需要低壓 通常兩個是相反 通常是相反的 所以呢 低溫高壓的時候 空氣可以凝結 變成淡藍色的液態的空氣 那我們家裡叫做 統裝瓦斯液化石油 這個平板 平常是氣體 我利用高壓 讓它變成液化 液體 那這裡為什麼沒有低溫 因為液化石油 其實是放在 常溫之下 所以它並沒有低溫 就是所謂的高壓 高壓 所以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壓力 我們讓它狀態發生變化 那麼我們平常說 這個東西 我們說水是液體的啦 水是液體的啦 那個甲烷是氣體的啦 這種話 我們指的是所謂的常溫常壓 常溫指的是25度C 常壓指的是一大氣壓 我們平常說這碗液是固態、液態、氣態 指的是在常溫、常壓下的狀態 就是25度C一大氣壓的情況 25度C一大氣壓的情況 那麼剛剛跟你說過了 如果有不同的溫度、不同的壓力 就會有不同的狀態 冰的正常情況下是0度C會融化成水 或者是水在0度C淋過成冰 可是如果你加到很高壓的時候 你會得到一塊70度C熟燉的冰 但壓力很大的時候 我們的溫度淋過點就上升了 所以你又得到一個70幾度的熱熱的冰塊 這就是告訴你說 不同的溫度、不同的壓力 就會有不同的狀態 我們平常說這個東西是固態、液態、氣態 指的是在常溫、常壓下的狀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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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